老子糾纷让老公心驾驾 到底老子糾纷 事前要怎么小心预防 维护权益呢 老子会叫你说 那我们来谈一下 就把你关在小房间 然后就拿文件的话 就叫你要签名 你不要想那么多 快点签名 这个超糟糕 第一件事情就是 不要乱签名 遇到老子糾纷 还会录音搜证 可当作呈堂共证 并且并不违法 你在里面 你跟老板或主管的话录音 你的声音的话有在里面 是没有问题的 劳资纠纷白白种 劳工必须搜证 以维护权益之外 若资方任不让步 可以透过劳动协调 来争取权益 确定你证据有了吗 你就跟劳工局的话 来申请的话调解 好 遇到劳资纠纷的问题 跟劳工沟通不顺畅 我们就一起去调解看看 可不可以调解出更好的结果 面对职场 劳工更要了解自身权益 资方更要懂得相关法令 让劳资少纠纷 职场才能有好气氛 与周四晚上九点一起来收看 地马 芳芳芳